131,两分颜色大开染房二封师曾对他说过,这人应该是隐喻,因为这些年被贬的神官,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位。于是,谢怜道,阁下怎么称呼?那鬼灭人道,不敢,无名小卒罢了。 进入那废弃的染房,谢怜不经一证。只见各式各样的衣物挂在一座座木架上,嫁衣,官袍,女儿杀,姿衣,铜衣,还有十分简单粗暴的燃血麻衣,仿佛生怕别人不觉得这件衣服有古怪。层层叠叠,阴气森森,邪气重重,仿佛一个个活死人站在那里。就算不是锦衣仙,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长长的各色布料高高挂在木架子上,有的惨白,有的乌脏,已经许久无人打理了。 权衣针蹲在黑漆漆的染缸边缘,埋头研究里面颜色诡异,散发着异味的液体,谢怜总担心他下一刻就用手指沾一沾,然后舔舔看了,赶紧把它拖下来。 剑庭院里,一群妖魔鬼怪们则都被一根铁链穿了起来,抱头蹲地,道,这是,那鬼面人道,近日在鬼市贩卖锦衣仙的,以及在各地使用锦衣仙的妖魔鬼怪们,全都在这里了。 总计98件,居然有98件,而且,应该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抓来的,谢怜微微动容。 那鬼面人又道,如果再出现新的异动,也会尽快为太子殿下请来。 听到这里,谢怜忍不住道,不用了。 请转告三,花城主,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我自己也可以做到的。 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稍费一点时间和精力罢了。 但他本身就是供职于上天庭的神官,即便是没几个人供奉,正经差事也就是做这些。 那鬼面人道,城主自然明白,殿下轻而易举便能做到。 但正因如此,才希望您不用把精力花费在这种谁都可以做的小事上。 殿下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拿来做更重要的事。 斟酌片刻,谢怜还是道, 请问,你们城主现在? 狼吟在谢怜身边看似漫不经心地晃来晃去。 那鬼面人道,城主现在很忙。 谢怜忙道,哦。 那很好,希望他那边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在这群妖魔鬼怪里,挨个问过, 个个都一口咬定是跟戴面具的神秘人批发的,不似说谎。 可鬼是这种地方,一天之内戴面具的神秘人岂非有几百个都不止。 问不出个所以然,那鬼面人便拉着那根绳子,把这些嗷嗷鬼叫的鬼牵走告辞了。 但是,那九十八件鬼衣却留了下来。 谢怜只觉得过去专收破烂旧衣的时候也没见过这么多衣服, 一件件翻来翻去,怀疑说不定没有一件是真品。 对权衣真道, 齐英,你再来看看吧。 权衣真却挠了挠蓬松的卷发,摇了摇头,道, 太多了,太多鬼衣了。 每件衣服彼此的邪气相互影响,使人失去了判断力。 这就像一个味觉灵敏的人,虽然能分辨出梨子味的和苹果味的糖馅, 但如果把九十八种不同水果的线混在一起, 再让它尝,这根本就失去味觉了。 谢怜正在想别的办法,回头一看, 却剑拳一针直接拿了件衣服准备往身上套。 谢怜连忙阻止她,把衣服挂回去道,停停停。 齐英,我们先说好,第一,不要乱吃东西。 第二,不要乱穿衣服。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行为。 全一针却指向她身后,道,那像她那样呢。 谢怜忽然闻到一阵微微的焦味, 再顺着她指的方向,回头一看, 只见狼银不知从哪个角落找到一根火柴点燃了, 正拿着它,淡定而娴熟地烧一件鬼衣的下摆。 谢怜,也,不要玩火。 那鬼衣似乎被狼银烤得痛了, 一摆向上拳起,疯狂扭曲,不住闪避, 不像一件衣服,倒像是一条泥丘活鱼, 这画面看起来居然还有点残忍。 然而,虽然散发出焦味, 面料上却并没被烧出痕迹, 看来,这些诡异的阴气已经充裕到 能使他们免受火烧之灾。 听谢怜让她不要玩火, 狼银便随手丢了那灯火柴, 一只脚在地上踩袭了, 又一副很乖的样子了。 谢怜哭笑不得,过去道, 你今天怎么? 说到这里,她脸上神情忽然凝固了。 因为她看见了,在她对面不远处, 一条长长的白色布料挂在高高的木架上, 被叶峰微微浮动。 布料上映出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正在缓缓走动。 而这个人影,没有头。 谢怜把狼银往身后一拉, 出手便是一剑, 道,都当心。 这一剑把那布料和人影斩为两节。 然而,布料落地, 后面竟是空无一人, 方才那无头人的身影消失无踪。 谢怜还没来得及上前查看, 背后又是一阵微微发寒, 猛地回头,瞳孔皱收。 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 不知何时无声无息地站在了她身后。 不,不是女人, 只是一件衣服。 方才被她斩为两节的, 也是一件衣服, 落在地上被布料盖住了。 而四面八方, 隐隐绰绰一堆人形, 摇摇晃晃地朝三人聚来。 原来,不知不觉间, 挂在庭院,走廊, 染房里的九十八件鬼衣, 竟是全都自己, 从架子上挣脱了下来。 谢怜恶然, 好端端地, 怎么突然全都这样了? 身旁传来一个嘀嘀的声音, 道,万鬼躁动。 谢怜回头一看, 说话的是狼吟。 她虽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 但苍白的手背上青筋已然微起, 明显也正在受着某种影响。 又是一次万鬼躁动。 距离铜炉山, 开山日期越近, 她对众鬼的提醒, 也就越是震耳欲聋。 谢怜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三郎现在怎么样了? 然而, 行事不给她多想的时间, 思绪急转, 二十多件鬼衣已经贴了上来。 拳一针不假思索, 一拳挥出。 这一拳若是打在墙上, 地上那肯定是地洞山摇, 土石崩裂, 可偏偏这千斤一拳 却是打在了几件衣服上。 试想, 连儿戏都知道石头, 剪刀, 布, 布包锤。 那轻飘飘, 软绵绵的衣料, 刚好就是克拳的。 她拳风再重, 布料给你这么软啪啪地一果, 毫发无伤, 只能谢怜提剑来上。 但鬼衣们的闪避, 极为轻巧, 一略就能拉出四五张。 而且由于自身, 几乎没有重量, 也就几乎没有任何声息, 要捕捉他们的动静, 提防他们的偷袭, 比提防人要困难多了。 平日里都是人挑衣服, 这时候, 却是衣服挑人, 九十八件鬼衣, 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个和他们的身, 和他们眼的人。 人里面, 女人, 是最爱挑衣服的。 鬼衣里面, 女服则是最爱挑人的。 几十条颜色款式各异的女衣长裙, 疯狂往谢怜身上贴, 剑都逼不走。 战况比一群女人, 看到和心意的漂亮衣服, 上去抢还激烈。 一时之间, 谢怜身边仿佛花团紧簇, 被一圈女装脊在中间拉拉扯扯。 权逸真把几件执着地, 往她头上套的铜装, 拉下来丢到一边。 奇怪道, 为什么这些女装都这么喜欢你? 谢怜道, 可能因为看我比较亲切。 不过, 没有一件诡异去纠缠狼吟, 也许是因为她是鬼之身, 知道从她身上逃不到好处, 便不靠近。 谢怜一剑拦腰斩了几件女裙, 被斩断的诡异分为上下两截, 照样行动自如, 而且闪避更快更飘忽。 谢怜眼角撇到几件诡异鬼鬼祟祟 在摸索窗子, 喝道, 关门, 拉阵, 别让他们出去。 他们二神一鬼, 还能应付, 但万一这些诡异溜出去, 找别人就麻烦了。 然而, 还是喊得晚了。 染房的庭院是露天的, 已经有一件长袍扑腾几下宽大的袖子, 腾空而起, 像一只巨大的蝙蝠一般飞向夜空。 谢怜叫苦不迭, 道, 齐鹰, 染房里的交给你。 说完, 足底一点, 飞出墙去, 抓住了那鬼长袍的下摆。 加了个人的重量, 那长袍使劲扑腾袖子也飞不起来了, 坠到地上, 还被谢怜死死抓住衣精, 但她居然狡猾得很, 吃辣一下撕裂了自己的一方衣角, 壮实断腕一般, 急急地从谢怜手里溜掉。 恰好有个路人, 喝完小酒回家去, 迎面看到个无头怪人飞奔来, 吓得尖叫, 啊呀呀呀, 啊啊, 无头鬼, 没有头的啊。 谢怜连忙冲上来抓住那件衣服, 给那人看, 安抚道, 不要怕, 不要怕。 你看, 不是没有头, 是全部都没有。 那人一看, 衣领里果然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这真是比无头鬼更恐怖, 当即白眼一番, 晕了过去。 谢怜连忙接住他轻轻放到地上, 道, 不好意思, 我马上出脸, 马上出脸。 这一阵灶乱过去后, 谢怜好容易, 才把飞出染房的鬼衣们, 尽数抓回去, 点过一轮, 确定一件都没少, 这才松了口气。 事已至此, 谢怜道, 只好, 还是用奇音那个最简单粗暴的法子, 咱们一件, 一件穿上身试试了。 他倒是愿意自己穿, 但眼下, 另外两个合作伙伴比较难说, 怕万一待会儿刚好被他穿到锦衣仙, 出了什么意外, 没法应付, 还是决定由他把持, 盯着另外二人穿。 于是, 狼银和权艺针都脱了外套, 一件一件的是, 每穿一件, 谢怜便发出类似跳两下, 或者转个圈, 这样简单的指令, 看他们是否会遵从。 然而, 98件都试过一轮后, 二人各自都穿了四五十件, 并无任何不妥反应。 看来, 这些诡异里, 没有一件是锦衣仙, 白忙活大半夜了, 狼银和权艺针穿着单衣, 蹲在地上, 谢怜则坐在满地乱七八糟的衣服里, 扶着额头道, 卖假货, 果然不可取啊。 扶了一阵, 他去找了灵文, 通灵道, 灵文, 我这边收集到了一些诡异, 虽然里面大概没有锦衣仙的真品, 但都挺邪乎的, 有些棘手。 你那边能派个人下来收走吗? 灵文道, 好的, 我立刻别安排, 你收了多少件? 谢怜道, 九十八件。 灵文道, 太子殿下当真能人, 收到的居然比我报给你的还多。 谢怜倾壳一声道, 其实不是我, 话音未落, 又是一阵熟悉的背脊发寒之感。 谢怜微微一震, 抬头望去, 只见前方, 飘飘摇摇的树条, 惨白布料上, 映出了一个黑色的人形剪影。 这一次, 既不是无头, 也不飘忽了。 站在那帷幕一般的, 长条布料后的, 的的确确是一个人。 能看出来, 是个高高的青年, 连那散乱至极的发丝, 都在人影边缘, 看得清清楚楚。 132, 九十九鬼一显中藏, 谢怜当即豁然站起, 道, 锦衣先。 那剪影当然没有回应, 也没有动, 只是定定而立。 谢怜双手一左一右, 按住另外两人, 低声道, 别动。 不一会儿, 一阵夜风吹过, 那人形剪影似乎发出一声叹息, 溃散一般, 随风而逝。 谢怜忽然起身, 这时, 染房大门外, 忽然响起了突兀的叩口敲门声。 三人都回头望去, 谢怜道, 谁? 一个男生在外道, 太子殿下, 是我。 谢怜过去开了门, 染房外的是个眉目端朗, 神行轻正的男子, 副手进来。 谢怜微微愕然, 道, 凌文, 你怎么亲自来了? 凌文整了整袖子, 道, 听太子殿下, 你说的棘手, 普通神官, 恐怕还应付不了, 齐音殿下好, 你怎么坐地上? 怎么了, 都这副神情? 正是男相的凌文。 谢怜走到那部幕之前, 掀开一看, 果然空空如也, 半晌, 回头道, 锦衣先显行了。 凌文奇道, 什么? 谢怜道, 应该是他没错。 是个青年, 身量甚高, 比我要高出两寸的样子, 看骨架形态, 必然是个, 身手了得的武人。 凌文略微迟疑, 道, 太子殿下, 你确定? 过去这么多年里, 可从没听说过锦衣先在人前显行过。 而且, 您不是说这98件鬼衣里没有真品吗? 会不会是有人装神弄鬼, 做假欺瞒? 谢怜道, 恐怕不会。 刚才一阵遭乱之后, 为了避免鬼衣再流出去骚扰凡人, 我们关了门窗, 还设了阵, 里面的东西出不去, 外面的东西也进不来。 这染房里就我们三个人, 谁能做鬼? 陈阴片刻, 凌文道, 那么, 就是真品遇到了特殊情况。 又或者, 你们看到的那剪影, 是附在其他鬼衣上的冤魂。 狼吟和拳一针蹲在地上, 壮死都在发呆。 谢怜和凌文以成年人的姿态抱着手臂站在一边, 严肃地讨论一阵。 最后, 凌文提议道, 我看, 不如, 先把这些鬼衣带到凌文殿, 让我那边的人瞧瞧。 实在不行, 下次急一问问, 上天亭总有行家。 想了想, 谢怜点头, 道, 也好, 不过, 这毕竟是交付给我们负责的任务, 我还是想完成得彻底一点。 既然锦衣先真凭就在里面, 我再想办法试一试。 明天还没有结果的话, 再把这98件鬼衣转交给你好了。 毕竟, 这是本来不归凌文殿管。 凌文道, 殿下何必客气? 对了, 明天送来的话, 还是送101件吧。 谢怜一正, 为何多出来三件? 随即便反应过来了, 你怀疑我们身上穿的这三件衣服有问题? 凌文道, 不是没这个可能。 谢怜举起已经磨得脱了线的道袍袖口, 道, 我这件袍子已经穿了四五年了, 肯定没问题。 狼鹰身上那件是我新买的, 但是他并没对我言听计从, 所以应该也没问题。 他让狼鹰别干活, 狼鹰照样披了柴, 让他乖乖待在家, 狼鹰照样跟出了门。 凌文却摇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殿下你有所不知, 这锦衣仙邪气重得很, 有他一件在这里, 邪气会传到其他普通的衣物上。 总之, 保险起见, 今天你们身上穿的衣服, 还是都别再穿了, 处理掉吧。 文言, 谢怜盲把狼鹰和全一贞 两人身上的外套都脱下来了, 道, 别穿了别穿了, 送到凌文店去。 凌文道, 我派人来娶吧。 谢怜道, 不必, 不必, 次子都劳烦你,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还要你亲自跑一趟。 你们那边太忙了, 还是我来吧。 次日, 谢怜果然费力打包了一大堆衣服, 一个人背着几个巨大的包袱, 上了仙京。 凌文已在店内恭候多时, 今日, 店中倒是不似平时忙碌拥挤, 神来神往。 谢怜把几大包诡衣解开, 花花绿绿的衣裳抱开, 扑了一地。 他随手擦了擦鹅脚的汗, 凌文悠悠走来, 道, 可有收获。 谢怜无奈叹道, 惭愧, 一无所获。 先说声抱歉, 身边没人手, 难免丢三落四, 昨天一大堆衣服乱七八糟的, 也不知道露没露。 我总觉得, 好像露掉了一两件, 但又不是很确定。 凌文道, 无碍, 低头点了一下, 道, 的确是露掉了。 太子殿下, 好像昨天, 你身边那只小鬼身上穿的那件, 没收进来。 谢怜右手成拳, 轻轻在左手掌心里一锤, 道, 啊, 你说得对, 我记起来了, 那件衣服狼银后来习惯地披着了, 我忘了收进来, 我这就回去拿。 凌文笑道, 不急, 殿下慢走。 然而, 谢怜却并没有走, 反而立定于原地, 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凌文正准备吩咐手下, 神官上来收下鬼衣, 转身见他还在, 殿内只有两人, 奇怪道, 太子殿下, 你还有什么事吗? 谢怜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道, 没什么。 只是, 我在想, 如果我把真的锦衣先送来了, 会不会我一转身, 你就把真品拿走藏起来了? 凌文笑意微脸, 但依然极为礼貌, 道, 殿下。 谢怜平和地看着他, 道, 从一开始, 我就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 凌文从容地道, 什么想法? 谢怜道, 一般人和普通的妖魔鬼怪, 可不敢擅闯神武殿。 如果有什么人, 熟悉神武殿倒能在那里盗取镇守的事物, 而不被当场抓住, 恐怕, 除了君武本人, 就是凌文真君你了。 毕竟凌文殿长, 年往来于各殿, 对别人的地盘, 可谓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凌文王尔, 道, 太子殿下, 这未免想当然了些吧。 谁最容易做到, 谁就最值得怀疑。 照你这个思路, 岂非更有可能是帝君坚守自盗? 谢连点了点头, 道, 我承认, 这是想当然。 但是, 开始让我觉得不对劲的, 是那只半面庄女。 凌文道, 半面庄女怎么了? 谢连道, 她拿了一件假的锦衣线, 刚好就问到我门口来了, 怎么会如此之巧? 而且, 她简直是恨不得把可疑写在脸上, 好像生怕我不怀疑她有鬼似的。 目的性实在是太强了。 哦, 什么目点? 谢连道, 她不是已经说出来了吗? 已旧换新, 她要的, 就是我扑计冠里的旧衣服。 反推一下, 锦衣线被盗, 神武殿发现得很快, 反应也很快, 刚到走就开始追查了。 因此, 盗窃者也许不敢把她留在自己手里, 会先藏起来。 那么, 最不容易被找到的藏匿地点是哪里呢? 藏业于灵。 如果谢连想藏起锦衣线, 就会把她变成一件极为不起眼的普通麻衣, 丢到人间集市, 自己远远盯着。 这么一件粗糙的衣服, 照常理来说, 根本不会有人想买。 但谢连的生活无法用常理揣夺, 她自己身上都是穿了四五年的磨鞭道袍, 手里的钱只够买这种衣服。 而且, 她现在对衣服的要求是保暖就好, 干净就成, 并不挑剪。 加上她这个人, 就是有本事在无数件大剪价的衣服里挑到最危险的那一件, 于是便喜闻乐见地用一个极低的价格, 把传说中的锦衣线买了回去。 林文道, 殿下, 您这话就说得很过分了。 您毕竟是武神出身, 想也知道, 那找上门去的半面妆女马上就会被你制服。 无论新衣就衣, 全都带不走的。 谢连道, 她的确是全都带不走, 但谁说她必须要带走。 如无意外, 最后会怎么处理? 若是谢连以为那半面妆女持有的是真正的锦衣线, 必然会上报给林文, 然后, 林文也多半会亲自下来, 像昨天那样, 告诉谢连, 为保险起见, 要把在场所有衣物都拿回林文殿处理。 只可惜, 当时, 全一真也在场。 而且, 没想到她穿过一次就有了经验, 居然直接笃定那锦衣是假的。 如此, 林文要过来收走普及罐里所有的衣物, 就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了。 谢连所有的消息都是林文给的, 她还能光明正大的发问, 随时了解谢连的动向。 那半面妆女被识破后, 林文立刻对谢连发出了新的通灵, 告诉她鬼市留出了许多假品需要处理, 抛给她新的任务, 让她来不及思索蹊跷之处。 谢连道, 我不知道那些假货是不是从你这里流出去的, 但是, 消息的确是你告诉我的。 这一步, 大概是想把我调离蒲济关, 再向狼鹰下手。 谁知, 狼鹰也跟出来了。 不知锦衣仙突然显行, 在不在你的预料之中, 但对你来说, 随机应便不是难事。 这么多件诡异, 真假不知, 混乱之中, 总有机会摸走真凭锦衣仙。 而锦衣仙显行, 凌文也能亲自出现光明正大收走在场所有人的衣物, 最后怎么查证, 判断有没有真品, 怎么解释那道剪影, 也都是凌文殿一句话的事。 听到这里, 凌文比了个暂停的手势, 道, 太子殿下, 先打住好吗? 所以, 你认为狼鹰是这么叫的吧? 你觉得他身上穿的那件就是锦衣仙? 别忘了, 他穿上之后并没对你言听计从不是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要知道, 锦衣仙的威力极强, 即便是遇上鬼王, 也不会例外的。 谢连道, 你也说了, 遇到了特殊状况。 至于到底是什么特殊状况? 我想, 你比我清楚, 希望你能为我解答。 凌文微微醋眉, 扶起手来, 轻声道, 太子殿下, 您这是已经认定我是道医者了吗? 恕我直言, 这让我稍稍有限, 不快。 谢连微微欠手, 道, 我道歉。 凌文道, 我接受。 不过, 殿下, 如果您一定要坚持, 也不是不可以。 拿出证据, 也行。 毕竟, 说到现在, 也还是推测呀。 谢连缓缓地道, 证据, 今天之前是没有的, 甚至就在我踏入凌文殿之前, 也是没有的。 但是, 从刚才起, 就有了。 凌文做了个邀请手势, 道, 请。 谢连道, 证据就是, 刚才, 你根本没有点过这些诡异的数量。 凌文神色几乎未变, 然而, 眉间微微一宁。 谢连道, 我送来的鬼衣, 的确少了, 但不是少了一件。 事实上, 我只给你送来了八十八件, 少了整整十件。 凡是我觉得, 比较可疑的衣物, 我全都扣下了, 没给你送来, 但你根本没觉察数目有问题, 却一眼就发现, 狼鹰那件没送来。 那么请问, 你到底是怎么独独发现少了那一件的? 凌文举手道, 请稍等。 他不慌不忙, 重新点了一遍地上鬼衣, 发现, 果然是八十八不假, 依旧淡定, 道, 我想, 这个可以用百密一书来解释。 谢连道, 好, 既然你认真点过了, 应该也都一件一件看过了。 那么,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刚才没发现吗? 狼鹰昨日穿的那件衣服, 分明就在这八十八件鬼衣里。 凌文道, 太子殿下, 这是何意? 谢连蹲下身, 从一地乱衣中翻出了一件, 抖开, 赫然是一件朴素的白麻衣。 他道, 昨日狼鹰穿的就是这件, 不就在这里吗? 为何你点过一遍还没发现它? 凌文道, 太子殿下也应当知道, 这件麻衣并不起眼, 从然未见, 实不能怪我有眼无珠。 谢连道, 的确不起眼。 那么, 以你凌文真君之缜密稳妥, 多劳谨慎, 何以会在没点清树木的情况下, 就贸然开口, 就断定这样一件不起眼的衣服不在这里。 凌文微笑不便, 道, 衣服太多, 眼花了, 卷宗成衫, 看傻了。 谢连道, 你没眼花, 恰恰相反, 你是眼神太好了。 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狼鹰昨天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我的确没带来。 我手上这件, 只是我照着那件原样纺织的另外一件, 不过, 我纺织的还是很认真精细的。 你是如何一眼看出, 狼鹰那件真品不在这里的呢? 凌文莫名其妙道, 其实不管真假, 我都没看到。 太子殿下, 您是不是公务办多了? 平日里, 也忍不住想太多了。 为何没事要费那时间精力, 做个纺织品? 见他逼得锋芒, 谢连道, 还没完。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件事, 他举起那件白麻衣, 轻声道, 这件麻衣, 只不过是我刚才在里面, 随手乱挑的一件。 什么按照原样纺织了一件认真精细, 全是我胡说八道。 如你所言, 我没事为何要做个纺织品? 你上当了。 他跟昨天狼鹰穿的那件衣服, 根本连颜色都不同。 我拿着他问你, 你都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谢连紧盯着凌文, 道, 凌文, 现在, 我只需要你回答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昨天, 狼鹰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是什么颜色? 凌文并未, 立刻开口, 缓缓抬起了眼帘。 那白麻衣落到地上, 谢连道, 堂堂第一文神, 上天庭每日礼数万卷宗事无巨细, 都从你手里走, 不至于记性, 如此之差。 为何你连昨天狼鹰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是什么颜色都不记得了? 你不能回答, 是因为你在, 第一房我又诈你, 不敢轻易答,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因为昨天, 你看见他身上穿的, 只是一只无头无袖的破不袋而已。 他一字一句地道, 锦衣先知千遍万化, 无非是极厉害的障眼法。 然而, 这障眼法再厉害, 对一个人都永远无效, 那就是亲手做出他的人。 无论他如何变幻无穷, 在做出他的人眼里看到的, 永远都是他本来的面目。 方才, 你一眼扫过这八十八件诡异, 没在里面看到那个无头无袖的诡异布袋, 当然能立刻判定, 锦衣先不在里面。 133, 知鬼王偏爱戏鬼王, 原本, 他只打算把可疑的诡异都留下, 再自行摸索, 查证一番, 却不想凌文随口一句, 给他逮住个惊天大破绽, 谢怜一回过未来便将计就计, 顺着一路炸了下去。 最后, 竟然炸得凌文片甲不留, 凌文将力不动。 谢怜道, 不知道是真是假, 也很简单。 只要我现在把那件衣服拿到神武殿去, 当着帝君的面让他变换一个形态, 再问你看不看得出来他变成什么样子了, 就会水落石出。 那锦衣先之前流落人间时, 吸了五百多人的血, 乃是一件因其深重的邪物。 如果凌文只是擅闯神武殿盗窃锦衣, 还没来得及拿他出去害人, 倒也不算罪大恶极, 不可原谅。 可是, 凌文是先被点将, 后非生的。 锦衣先传说流传起来的最早时间, 远远晚于凌文被点将的年月。 即使说, 凌文是在进入天界供职之后, 以神官之身做出的锦衣先。 本该保卫凡人平安的神官, 却反而诱杀凡人, 以该严查拿办。 遑论诱杀的这个凡人, 还是未来的神官, 恐怕, 这是没法轻易善了。 凌文叹了口气, 道, 太子殿下, 你真是顿了顿。 他道, 大概, 是我运气不好吧, 这是偏偏摊上了你。 虽然今日, 这凌文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我也有几百年的交情了, 不过, 我想, 如果我请求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多半也不会答应的。 接下来应该是, 劝我去神武殿自行请罪是吗? 谢怜也叹。 他和凌文虽然已结识数百年, 一直是公事往来, 虽不曾深交, 但二人关系还算不错, 即便是在刚刚第三次飞升, 人人朝他是个破烂仙人的时候, 凌文对他也不曾有份毫怠慢, 相反, 颇多照顾。 偏生这锦衣线的任务摊拍到了他手上, 最后查了个水落石出, 上报不是, 不上报更不可能。 谢怜由衷递道, 我也是运气不好。 凌文抱起了手臂, 摇头道, 殿下, 你这个人吧, 有时候很聪明, 有时候又很不聪明, 有时候很心软, 有时候又铁石心肠。 顿了顿, 他道, 那件衣服现在到底在哪里? 谢怜道, 在我手上, 之后, 我会亲自送到神武店去。 凌文点了点头, 似乎没话说了。 谢怜又道, 所以,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那锦衣仙穿在狼鹰身上会不起作用吗? 凌文道, 我大概能猜到。 不过, 如果殿下想知道答案, 可否先答应我一个请求? 谢怜道, 你说, 凌文道, 能让我看看吗? 锦衣仙, 谢怜一正。 凌文道, 给我一天时间就行了。 毕竟, 我要是去神武店自行请罪了, 恐怕就没机会看了。 别误会, 我不是要动什么手脚, 只是, 你昨日说他显行了, 我真的很吃惊。 他摇了摇头, 目光微微涣散。 这么多年了, 我还从没看到白井显行过。 谢怜道, 那位年轻将士, 原来名字是叫做白井吗? 凌文仿佛才回过神, 道, 哦, 是的, 不过, 一般别人都叫他小白。 谢怜道, 小白? 听起来, 有点像再叫一条狗, 又有点像叫一个白痴。 凌文笑道, 就是你现在想的那个意思了。 白井这个名字, 是我给他取的, 别人从来不这么叫, 所以也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 不过, 你要是这么叫他, 他会很高兴的。 在锦衣仙的传说中, 那青年爱慕的女子, 对待那青年的方式, 只令人觉得残忍可怖, 要不是有刻骨恨意, 要不就是天生冷血。 然而, 凌文提起那青年时, 口气却十分随和, 既无柔情, 也无恨意。 知道, 行吗? 如果殿下, 你怕我逃跑, 不如用若斜索住我。 我并非武神, 逃不掉的。 不知为何, 谢怜觉得, 他应该相信凌文, 陈阴片刻, 缓缓点了头, 道, 好。 二人扬作无事的样子, 出了凌文殿。 走在仙京大街上的时候, 还是赵长和其他路过的神官打招呼。 凌文神色如常, 压根看不出来, 他袖中双手已经被若斜索住了。 没走多远, 迎面撞上循接归来的陪明, 二人打了招呼, 站在路边寒暄, 瞎扯了几句, 陪明直盯着谢怜, 谢怜微微警惕, 道, 陪将军为何这么看着我? 陪明摸了摸下巴, 诚恳地道, 不瞒太子殿下, 我现在是看到你就心惊肉跳, 总觉得, 谁站在你旁边好像就会出点什么事。 所以, 我看到你跟凌文一起走, 心跳又加快了。 凌文, 你最近千万当心。 凌文哈哈道, 怎么会呢? 陪将军, 不要说笑了。 谢怜却哭笑不得, 某种意义上来说, 陪明的感觉还真准。 回到扑极关, 远远便看到狼吟靠在灌前一棵老树下, 左手漫不经心地转着扫帚玩, 一堆扫好的金黄落也堆在他脚边。 谢怜眯着眼看了一会儿, 这才故意放中了脚步声走过去, 狼吟没回头, 却一定觉察到了他们的存在, 极其自然地改变了姿势, 继续扫地, 转身一看, 似乎才看到谢怜和凌文缓步醒来。 谢怜轻咳一声, 道, 又在扫地了。 狼吟点了点头, 见他如此, 谢怜没忍住, 故作长辈之态摸了摸他的头顶, 表扬道, 好孩子。 狼吟安然受之。 凌文看看他们, 不予置评, 谢怜领着他打开了扑极关的门, 道, 就在这里, 谁知, 一打开门, 他们就看到一个身影蹲在功德箱前, 又在鬼鬼祟祟的赛金条, 谢怜忙不迭上去, 不要再塞了, 真的够了, 上次你塞的那些, 我还没弄出来呢, 已经卡住了。 凌文点头道, 齐英殿下好。 全一针也对他道, 你好。 扑极关的正中央立着一个木架子, 架子上挂着一件朴素的麻衣, 当然, 这只是谢怜眼中所见到的。 凌文走上前去, 凝望了他一阵, 那衣裳毫无反应, 他侧手道, 二位殿下, 我想在此单独看看, 可以吗? 谢怜道, 可以。 若携捆住了凌文的双手, 他又不是武神,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乱子, 谢怜还算放心, 把手放在全一针肩上, 道, 出去吧。 多少算是解决了一件事, 谢怜心情稍稍放松下来了。 刚好左邻右舍, 送了一圈瓜果蔬菜过来, 他便拿去厨房, 准备做饭。 可谓是百折不挠。 几天下来, 全一针似乎已经把他仆计官 当成了农家乐一样的地方, 上蹿下跳, 时而爬树, 时而偷瓜, 偷走了一只地瓜。 他摸了个空, 回头就看到全一针 叼着地瓜溜出去, 急急如漏网之鱼, 忙道, 还没做好, 不要吃。 然而, 就是因为没做好 所以才要赶紧吃, 等他做好了, 就没法吃了。 谢怜摇了摇头, 又看到狼鹰走了过来, 瞇了面, 道, 狼鹰, 有空吗? 来帮忙吧, 切的菜。 狼鹰本来要去抢全一针 偷走的地瓜, 听谢怜发话, 二话不说就过来帮忙了, 抄起砧板上的菜刀, 摁着白菜, 一刀一刀切得认真。 谢怜看了看他, 转过头去, 一边淘米, 一边随口道, 狼鹰啊, 到咱们仆基罐里来过的 神神鬼鬼, 你也见识过不少了吧? 一个个的都稀奇古怪的。 狼鹰在他身后道, 嗯, 谢怜道,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让你来选, 你觉得, 这些神神鬼鬼鬼里面, 哪一位是最英俊的? 狼鹰闷头切菜, 似乎在思索。 谢怜轻轻挑眉, 道, 说呀, 照你心里的实话说就是了。 于是, 狼鹰答道, 你? 谢怜笑道, 除我以外的。 狼鹰道, 红衣服的。 谢怜忍笑忍地要内伤了。 他严肃地道, 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顿了顿, 谢怜又问道, 那你觉得, 哪一位最厉害? 狼鹰还是答, 红衣服的。 谢怜在飞速接着问, 哪一位最有钱? 红衣服的。 哪一位你最欣赏? 红衣服的。 哪一个最傻切? 绿衣服的。 这些问题接得如此紧密, 他居然改口得十分及时, 可见思维之敏捷, 反应之机灵。 谢怜道, 嗯, 看样子你还蛮喜欢穿红衣的那位哥哥的, 他的名字叫做花城, 记好了。 这么说, 你觉得他很好了? 不知不觉间, 狼鹰的刀似乎快了好几倍, 道, 非常好。 谢怜道, 那么, 有空的话, 你觉得, 是不是该再请他来我们这里做客呢? 狼鹰道, 嗯, 当然, 必须的。 谢怜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他的下属说, 他最近很忙, 一定都在忙着做非常正经的事。 我想, 还是不要去打扰了。 这一句后, 狼鹰咔咔的切菜声突然中了好几分, 谢怜则扶住灶台, 忍笑忍地扶金抽搐。 全一针的头忽然从窗外探了进来, 咬了一口地瓜, 看了两眼, 对狼鹰道, 你切得这么碎, 不好吃了。 狼鹰道, 嗯? 你说什么? 谢怜回头一看, 岂止是碎, 简直是碎成渣渣了。 轻咳一声, 道, 哎呀, 真的, 你的刀工太差了。 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配料都倒进了锅里, 谢怜拍了拍手, 决定就这样, 让他们煮一个时辰, 出了厨房, 看了看灵文, 还老老实实待在关内, 他便继续干活, 从柴堆里翻出一块稍大的木牌, 到村长家, 借了笔墨, 坐在门口, 一手拿木牌, 一手执笔出神。 狼银也走了过来, 谢怜抬头, 温声道, 狼银, 你识字吗? 可会写字。 狼银道, 会。 谢怜道, 那你的字如何? 狼银道, 一般。 谢怜道, 没关系, 能看清就行了, 再帮我个忙吧。 他把木牌和笔都递给了狼银, 微笑道, 咱们罐里一直没有匾额, 不如, 你来写一个与我。 在谢怜的催促下, 狼银拿起了笔, 那小小一支笔在他手里, 仿佛重于千斤, 无论如何也挥动不得。 好办上, 他似乎认输了, 放下了笔和木板, 绷带后, 传来一个无奈的声音, 哥哥, 我错了。 这声音根本不是狼银, 分明就是花城, 只是笔以往更为清脆, 是个少年的嗓子。 谢怜抱着手臂, 靠在一边墙上, 看他挣扎了这许久, 终于投降, 实在忍不住了, 笑倒在地, 三郎真的是好忙啊。 134, 许久未见, 甚为想念, 虽然, 这个许久, 也不过几天而已。 谁知, 花城居然一直就藏在他身边, 忽然之前, 心情大好, 之前顾忌过什么, 全都忘了, 笑得简直爬不起来。 花城道, 哥哥戏弄我, 谢怜捡起笔和木板, 道, 真敢说, 明明是三郎, 先戏弄我的。 我想想, 你从我把灶台拍他的时候就在了吧。 花城赞美道, 的确如此, 哥哥是如何得知的? 当真是神了, 谢怜摆手道, 什么神了? 三郎, 你要假扮别人就认真假扮, 不要那么敷衍嘛, 我若看不出来, 才是真的神了。 亏我还以为真的有第二个人能吃, 不过, 哪一个最英俊? 哪一个最厉害? 哪一个最有钱? 哪一个你最欣赏? 哈哈哈哈, 花城柔声道, 哥哥, 忘掉这一段吧。 谢怜断然拒绝, 不, 我会永远记住的。 花城无奈道, 哥哥, 虽然让你开心了我很高兴, 不过, 真的有这么好笑吗? 谢怜捧腹道, 当然了, 认识你之后, 我才重新发现, 原来开心事, 这么简单的事, 哈哈哈哈, 听到这一句, 花城眨了眨眼, 谢怜的笑声, 微微一弱, 也忽然觉察, 方才那句有些露, 鼓了, 反应过来后自己, 都有点肉麻, 轻咳一声, 揉了揉眼角, 勉强正色道, 好了, 别顽皮了, 真正的狼鹰呢? 你干什么要扮作他? 快把那孩子换回来吧。 花城缓缓道, 我暂时, 把他请到鬼市做客了, 即使花城带走, 谢怜很放心, 点了点头, 还待在开口, 却听木门嘎吱, 凌文副手, 从仆集罐内走了出来, 道, 太子殿下。 花城没有要表露身份的意思, 谢怜也闭口不提, 在旁人面前, 只当他还是狼鹰, 见凌文神色凝重, 也不由得严肃起来, 笑容彻底收了, 道, 怎么了? 锦衣, 白锦有什么问题吗? 凌文道, 不, 他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 我好像闻到厨房那边传来奇怪的味道, 殿下是在煮什么吗? 谢怜忙道, 哦, 是的, 煮着呢。 想了想, 凌文还是用委婉的语气, 说出了并不委婉的话, 道, 收了吧, 殿下, 不管你在煮什么, 应该都快烂了。 一个时辰后, 夜幕降临, 扑极关内, 供桌边, 花城, 凌文, 全一针三人, 围着小木桌, 坐了一圈。 谢怜从厨房里端出一只锅子, 放上桌, 一揭开盖, 几十只浴血可爱, 圆润光滑的小丸子, 乖乖窝在盘里。 全一针道, 你不是用水煮的吗? 为什么变成了丸子? 谢怜介绍道, 这个叫做浴结冰青丸。 全一针道, 你不是用水煮的吗? 为什么变成了丸子? 谢怜继续介绍道, 因为在揉丸子的过程中, 要用到刚揉并济的手镜, 所以耗费了不少时间。 全一针道, 你不是用水煮的吗? 为什么变成了丸子? 由于全一, 真是在太坚持不屑了, 谢怜便温声道, 本来的确是水煮的不错, 但因为火候和时间 控制出了一点小问题, 一锅都煮干了, 我便干脆新加了一些配料, 做成了丸子。 凌文听了, 由衷地赞叹道, 太子殿下之奇思妙想, 真是旷古绝经, 在下不胜佩服。 谢怜道, 谬赞, 谬赞。 凌文道, 不, 至少我相信, 当今世上绝不会有第二个人 再创造出这样一道玉结冰青丸了。 谢怜递上筷子, 道, 好说, 好说, 来, 各位, 请了。 凌文和全一针都右手接了筷子, 然后左手不约而同, 把手伸向了供桌边缘的一盘冷馒头, 只有花城加了一只冰青玉结丸, 送入口中, 须鱼, 道, 挺好。 见状, 全一针睁大了眼。 花城又道, 口味烧淡。 谢怜道, 好, 记下了, 眼睁睁看着身边这个脸上缠满绷带的少年, 接连吃了五六只闪烁着泥石流光泽的丸子, 评价又如此真诚, 全一针似乎被说服了, 想了想, 还是也加了一只。 谢怜始终保持着微笑, 微笑着看他吃了, 微笑着看他脸色变白, 微笑着看他倒地不起, 最后, 微笑着道, 怎么了吗? 花城道, 可能吃得太急, 噎着了。 凌文娃尔。 这时, 谢怜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哥哥, 这既不是狼吟嫩嫩的声音, 也不是现在花城清脆悠然的少年声, 而是以往花城的声音, 他竟是在用通灵术对谢怜说话。 谢怜微抬眼帘, 回应道, 何事? 花城道, 凌文此人狡猾冷酷, 心狠手辣。 你带他回来, 恐怕没这么简单善了。 谢怜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凌文, 私存片刻, 回道, 我是见他对那锦衣仙存有几分善意, 应该不假。 花城道, 存有几分善意, 和心狠手辣并不冲突。 他乃上天庭第一文神,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手伸得也长, 哥哥要提防他找帮手。 谢怜道, 裴将军? 花城道, 应当不会。 如果水恒天还在, 他肯定会找水恒天压下去, 因为事无度惯来, 帮亲不帮理。 但如果是裴鸣, 你只需讲明来龙去脉, 他未必会选择助纣为虐。 哥哥, 当心。 谢怜道, 好, 我且小心。 很快就过去了。 耳中花城的声音, 却沉沉地道, 不。 哥哥, 你误会了, 我说的当心, 是另一件事。 有人来了。 正在此时, 一阵叮铃, 叮铃的清脆铃声, 传入谢怜耳中。 花城微微皱眉, 谢怜透过窗缝, 向外望去, 只见一个中年道人, 摇着铃铛, 摇摇晃晃地, 从仆际村村口走来。 那道人, 一身道袍, 甚为华丽, 背着白宝箱, 箱子上贴满黄符, 那铃铛一路走一路响, 谢怜识货, 识得这是个好物, 若是寻常的妖魔鬼怪, 听到这铃声, 就会头痛不已, 自行褪毙。 还没走近, 又有几个高大的白眉黄袍僧人手持法杖, 缓缓不行而至。 不多时, 竟是陆陆续续, 来了五六十人, 仿佛约好了一般, 看到彼此也不吃惊, 重重围住了仆际官。 这群人都不是花架子, 身上挂满各色法器, 手脚上都沉稳得很, 显然很有几分本事。 神官从信徒的供奉中汲取法力, 而某些修到修佛者, 也能从自己信奉的神官处求的法力。 这些僧人道人, 说不定法力比谢怜这个神官还高,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 准没好事。 谢怜微微醋眉, 感觉来者不善。 花城放下碗筷, 站起身来。 谢怜听到他在通灵中哼了一声, 道, 老和尚臭道士居然追到这里来了, 带雷哥哥了, 我去把他们引开。 谢怜一把抓住他, 道, 别动。 凌文莫名其妙道, 怎么了? 谢怜用通灵术对花城道, 你别走。 老师告诉我, 铜炉山重开事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花城道, 不是。 谢怜紧盯着他绷带之后的眼睛, 道, 少撒谎了。 你是绝境鬼王, 又不需怕他们这样的凡人, 为何不是直接把他们打走, 而是要把他们引开? 你变成这样, 其实根本不是想开玩笑, 是吗? 铜炉山重开, 境界越高的妖魔鬼怪, 受到的冲击越大。 第一次万鬼躁动, 花城当时有多难受, 谢怜是亲眼看见了的。 而且, 离开山之日越近, 震动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谢怜, 就会选择暂时封住本尊形态, 化为一个较为幼小的形态, 储存法力, 避免暴走, 等到正式开山后再解封。 如此, 虽然可以免遭骂乱之苦, 却因为封住了实力, 也会给人提供可乘之机。 谢怜骂了一声, 道, 七戎这个, 当晚七戎嚷嚷过, 要把和花城有仇的道士和尚都喊来, 没想到不是嚷嚷而已。 花城微微摇头, 道, 哥哥, 他们是冲我来的, 我走了就行。 虽然眼下这个形态, 不能在一招之内打死他们, 但让他们滚远点, 却不在话下。 谢怜却道, 你要是现在走了, 以后就永远不要来见我。 花城道, 殿下, 花城从来都是从容不迫, 滴水不漏的, 以往, 他帮了谢怜那么多次, 这次谢怜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帮到他, 怎会让他独自一人离开。 谢怜沉声道, 你坐着, 我来会会他们。 权衣真勉强睁开了眼, 神情恍惚地道, 外面是不是来了人? 要我打跑吗? 他的声音都沙哑了, 谢怜帮他把眼睛合上, 道, 齐英, 你还是躺着吧。 还有, 不可以乱打凡人, 要扣功德的。 谢怜贴着木门, 戏茶外边动静, 一些在外面刚刚收工, 还没来得及回家吃晚饭的村民, 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道士和尚, 很是惊奇, 都道, 各位大师, 围在这里做什么? 是找谢道长的。 一名杀气腾腾的僧人, 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施主, 你们可知道, 此地已经被妖邪之物入侵了。 什么? 众村民大惊, 妖邪之物? 什么样的妖邪之物? 另一名僧人, 高深莫测道, 一个旷古绝经的浑室魔王。 众村民, 这, 这可如何是好? 那最早来的华一道人道, 交给我们就好。 今日我等同道中人, 齐聚在此, 就是为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拿下这个鬼物。 说完就要走上前来, 却被村长一手拽回去了。 那道人瞪眼道,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村长道, 那个啥, 各位大师啊, 我是本村的村长, 很感谢你们。 不过, 嘿嘿, 我说实话, 你们, 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那华一道人道, 我们此来为的是 扶魔降妖, 你当是为报酬吗? 说着又要冲上, 众村民又把他们拦下来了。 众僧道有些不快, 但又不能先人硬闯, 耐着性子道, 又怎么了? 村长搓手道, 不要钱的话那就太好了, 感谢各位大师无私的 扶魔降妖。 但是, 这个, 本村的活, 早就全都由谢道长承包了。 大师们来这里抢活干, 我作为村长, 不好跟谢道长交代啊。 群僧道面面相觑, 谢道长。 于是, 凑在一起商量了几句, 夜内有什么有名的道家大能, 是姓谢的吗? 好像没有, 反正我没听过。 十八流的吧, 没有就是不出名了, 别管了啦。 商量完了, 那华一道人回头道, 你们说的谢道长, 可就是住在里面的这位。 众村民道, 是啊, 都喊, 谢道长, 谢道长, 你有同祥来了? 好多人啊, 你在不在家? 一名皇一老僧, 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那位谢道长, 在不在都没多大关系。 但是那邪物, 现在就藏在这间屋子里。 众村民惊呆了, 啥? 恰在此时, 谢连从容推门出来了, 道, 我在。 各位这是所谓合适? 村民们忙道, 道长, 这些大和尚老道士说, 你的屋子里藏了, 一只鬼, 谢连微笑道, 咦?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关外众人惊道, 真的呀? 你承认的倒是爽快。 谢连抛出一只罐子, 不错, 的确有鬼。 那华一道人, 接了罐子, 先是欣喜, 打开一看, 笑容垮了, 道, 半面妆女。 随即, 他把那罐子抛了回去, 福然不悦, 这位道友莫要装算, 这种低等妖物, 连恶都算不上。 你心知肚明, 我们在说什么? 谢连接了罐子, 感觉这人抛来的力道不弱, 几名僧人对那华一道人道, 道兄, 我看这道人身上妖气冲天, 会不会? 他就是, 那华一道人道, 是与不是, 我开天眼, 一看便知。 说着, 他大喝一声, 咬破手指, 在恶心抹下一道竖痕, 脸上就仿佛生了第三只眼。 看他手法, 谢连也按赞一声不错, 靠在门上, 欣赏他施法。 那华一道人瞪着眼, 盯着他看了片刻, 道, 果然, 有鬼气。 好阴森的鬼气。 那华一道人又疑惑道, 不对啊。 一旁僧人道, 怎么不对了? 华一道人, 柔了柔恶心, 那道血痕, 仿佛再揉眼睛, 道, 真是奇也怪在。 我看这人吧, 时而鬼气森森, 时而灵光满面, 时而又黯淡无神, 真是奇也怪在。 啥? 怎么会这样? 道兄你行不行啊? 不行让我们来吧。 是啊, 怎么会这么诡异? 那华一道人怒道, 什么? 我不行, 我不行你行。 我天眼开道上, 混了这么多年, 还没看走眼过几次。 谢连揉了揉眉心, 摇头温声道, 那您要不看看, 我身上哪里鬼气, 最阴最重。 天眼开又使劲揉了揉额头, 看了片刻, 笃定地道, 嘴唇? 135。 我仆计官位之绝导没错, 就是嘴唇。 天眼开信誓单单这么说着, 众僧道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嘴唇? 哪有单单嘴唇, 冒鬼气的? 口之惊啊。 谢连下意识, 一把捂住了口。 未曾想, 千灯关拥吻一叶, 花城沾到他身上的气息, 到现在还没有退去。 天眼看着他道, 他心虚了是不是? 谢连又立即把手放下来, 强行克制住转身去看花城, 听到这句后神情的冲动。 虽然现在花城满脸绷带, 也看不出什么神情。 他温和地道, 哎, 这位道友, 你误会了, 其实是因为我生活比较拮据, 一物多用, 比如这个罐子。 他举起手里倒桃罐, 真诚地道, 虽然偶尔我用它来装鬼,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用它来腌咸菜。 用这个罐子腌出来的咸菜, 风味独特, 吃了自然会, 不信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道理上来说, 这种做法也不是不可能。 众僧道将信将疑, 众村民则齐齐无嘴。 啊? 谢道长, 难道, 你以前送给我们的那些咸菜, 也是这样腌出来的? 那我们吃了, 岂不是也一嘴鬼味? 平日村民们供些瓜果蔬菜, 谢连就回赠一点自己腌的咸菜, 连忙举手道, 不要担心, 送给大家的罐子是分开的。 天眼开怒道, 你有病吧? 吃这种东西, 你不怕剪阳兽啊? 废话少说, 你罐里还藏了人, 不止一个。 让开。 这次, 他生怕再被村长拦下, 话音未落便向前冲去。 谢连见识不好, 连忙退入屋中, 抓起昏倒在地的全一针, 拎着他衣领一阵狂晃, 冲他耳边道, 齐鹰。 挺好, 我要再为你吃玉节冰青丸了。 闻言, 全一针双目猝然大争。 与此同时, 刚刚冲进来的天眼开一声惨叫, 捂着额头又跳了出去, 道, 大家不要进去, 有埋伏。 众僧道, 果然不敢轻举妄动, 围过去护住他道, 天眼兄, 你看到什么了? 天眼开道,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就看到一大团瞎眼的白光。 哎呀, 道兄不得了了, 你的天眼冒烟了呀。 天眼开一摸, 果然, 他额头上那道红痕变成了黑痕, 悠悠冒出了一缕仿佛蜡烛被吹熄后的白烟。 他大惊失色, 这, 凌文放下漫条丝里啃了半个的馒头, 道, 外面吵吵嚷嚷的, 到底怎么了? 一僧人道, 天眼兄你看, 冠里有梁小儿和一女子, 外在这个道人, 这四个人里到底哪个是他? 天眼开使劲揉额头, 然而, 就是开不了眼。 他看到的那团白光是全一真的灵光, 当一位神官觉得自己即将遭遇极大的危险, 生命之挑战时, 照于体外的灵光会本能地暴高几倍。 谢怜就是利用这一瞬间爆炸的刺眼强光, 闪下了那道人的天眼, 倒不是说让他几十年功力毁于一旦, 只是几天之内应该都不能再开眼了。 接着谢怜一手拿起装着丸子的盘, 犬一针彻底清醒了, 紧紧抓住谢怜的手, 哑声道, 我不吃。 谢怜反握住他的手, 道, 不要怕, 不是给你吃的。 重重包围着蒲鸡棺的一群法师七零八落, 交换了一圈眼神, 参差不齐大喝一阵, 一冲而上。 然而, 谢怜还没迎上去, 他们便被一道无形的屏障弹开, 上空四面八方传来一个沉沉的声音, 你们这群苍蝇一样的老和尚臭道士, 还缠上了瘾, 居然胆胆追到这里来, 活得不耐烦了。 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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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了好几个, 最终天眼开还是设于其微, 美感直呼其名, 磕磕巴巴地道, 花城主。 你, 你少吓唬人了。 我们都知道, 铜炉山要开了, 你为了不受影响, 封了自己的法力, 眼下, 根本没法像以往那样嚣张。 恕, 恕, 恕手就擒吧, 虽然他说到后来底气已经没了, 但谢怜感觉得到, 花城现在很生气了, 立即冲进屋里把他抱了起来, 低声道, 不要说了, 也别浪费法力了, 保存实力, 都交给我就好。 花城的躯体一开始微微僵硬, 被他抱起来后, 似乎渐渐消了气, 沉声道, 好。 谢怜抱着他, 感觉到花城的年纪似乎又变得更加幼小了, 现在大概最多只有十二三岁小孩那么大, 不由微微心忧。 他一手抱花城, 一手直芳心, 走出来道, 你们就没想过, 轻鬼弃荣是骗你们的吗? 谁知, 文言, 众僧道, 却是一脸怪异。 天眼开疑惑道, 轻鬼弃荣, 他骗我们什么了? 他为什么要骗我们? 谢怜微微醋眉, 道, 你们找来这里不是他告诉你们的? 天眼开罪道, 你道我们是什么人? 还要一个, 凶来通风报信? 我们会跟那种东西同流合污? 不是欺容? 那消息是怎么流出去的? 他还来不及细想, 群僧道已经攻了上来, 谢怜一剑荡开七八剑和五六个法杖。 一僧道, 阿弥陀佛, 道有何以定要护着这妖念? 谢怜寸步不让, 道, 大师, 不管怎么说, 成人之危不太好吧。 天眼开道, 他是鬼, 又不是人? 你这个小年轻, 乳秀未干得要不要这么迂腐假道义? 法杖, 宝剑, 宝刀一并袭来, 若是用芳心, 难免伤及凡人。 道义上来说, 凡人可以打神官, 但神官不能打凡人, 因为他们要包容, 大度, 慈悲, 关爱众生, 不能和凡人计较, 敢打凡人就要, 记过扣功德, 谢怜可没有权益真那么奔放阔绰, 本来都没多少功德, 再扣, 就负数了, 收了剑道, 若斜过来。 奇应, 看好灵温, 若斜捆男人的时候, 就经常很委屈, 下一刻, 一道白色的闪电, 在几十人手腕上刷刷刷抽过, 手上功夫稍微不稳地, 就拿不住兵器了, 愕然道, 这是什么法器? 这是法器嘛, 我看着怎么像是个, 上吊用的白灵, 邪气得很, 看不出来, 这小子, 有两把刷子。 未曾料到, 就在谢怜和这群法师缠斗之际, 凌文摇了摇头, 清理一百, 站起身来, 道, 多谢太子殿下盛情款待, 我先走了。 谢怜微微一正, 道, 凌文, 一日将至, 你要走去哪里? 莫非你想悔诺? 凌文道, 不错, 我正是要悔诺。 他说得理直气壮, 仿佛在说我正是要替天行道, 谢怜反而无言以对。 须于, 道, 把消息流出去的不是七荣, 是你。 凌文笑道, 我虽非武神, 又被若邪附住, 但只用通灵术, 也可以做很多事了。 果然, 但是, 凌文又是如何得知, 这个绷带少年, 是花城的? 他跟狼营甚至都没说过几句话, 见过几次面, 谢怜都没他这么快觉察。 见他副手, 准备堂而皇之地离开, 谢怜又抽不出手来, 道, 其英, 不能让他走。 虽然刚才吃下了一颗, 玉结冰青丸, 但全一真现在已经爬了起来, 恢复元气, 何况凌文乃是文神, 根本手无腹肌之力, 全一真一根手指拦下, 他都绰绰有余。 听全一真远远道, 好, 谢怜便放心地对战群道去了。 不一会儿, 突然一声巨响, 蒲济官的屋顶被打破, 一个人影冲天高高飞起。 谢怜一回头, 惊了, 对屋里道, 其英, 不能这样打。 武神这么被抛一抛倒没什么, 武神本来就是打大的, 但再怎么说, 凌文也是个女神官, 还是个文神, 全一真这么粗暴的打法, 非得给活活打废了不可。 谁知, 一个人影缓缓从屋内走出, 道, 白锦不能这样打。 这声音清清冷冷, 分明是凌文, 可在他出来的一瞬, 谢怜恍惚错觉, 屋里走出来的这个人不是凌文, 而是一个极高的青年, 煞气冲天。 然而, 在定睛细看, 还是凌文单薄的身形。 凌文是个文神, 千真万确。 以往他若是再刻意隐瞒实力, 也绝对瞒不过谢怜, 何以突然之间能把全一真打上天去。 花城沉声道, 哥哥小心, 他把那衣服穿上了。 当真, 虽然表面上看, 凌文仍是那一身黑衣, 但身外一层腾腾的黑气正笼罩着他, 使得整个仿佛变了一个人, 杀气如狂, 偏生他白皙的面容又极为冷静, 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对比。 谢怜试探着一件刺去, 凌文拂袖化开, 恰好全一针从天上落下, 砰的一声砸进地里, 看到这一副灯时两眼放光, 道, 好。 谢怜也两眼发光, 道, 好。 方才凌文那一招, 当真是漂亮极了。 不, 应该说, 是锦衣仙帮凌文挡下的那一招。 那锦衣仙在别人身上, 都是要么试了心智, 要么吸干鲜血, 穿在凌文身上, 却是刀枪不入, 还能主动攻击, 瞬间叫一个文神, 抛飞西方武神。 以往可从没听说, 锦衣仙有这种神奇的功效。 谁能料到, 这锦衣仙被他砍了头颅和四肢, 居然还能为他所用。 这下, 别说是蒲鸡村的村民了, 就是一众僧道, 也全都惊呆了。 天眼开道, 好什么好, 被打了还好, 这罐里, 还有没有一个正常人了? 我看他们, 全都不是人吧。 拳一针跃跃欲试, 从地里跳起, 便再次攻上。 凌文低声道, 我说了, 不要夺留。 他这话, 是对锦衣仙说的, 可身体, 却不听他的话, 已肘隔住了拳一针的拳头, 砰砰砰砰砰地拆打起来。 拆打拆打, 边拆边打, 拳风涨气, 惊得蒲鸡棺一面, 老强摇摇欲坠, 那锦衣仙不愧是有非生之潜力的, 拳一针居然隐隐落于下风。 谢怜忍不住道, 那个, 劳驾, 你们能不能站远一点打, 站远一点。 话音未落, 一众僧道又包抄上来, 四五十柄刀刀渐锤, 锤杖杖砸过来。 谢怜未知色变, 举手道, 等等, 不要啊。 在这一声悲呼中, 遭受了无数摧残依然间, 挺了许久的仆际关, 终于真正地, 彻底地塌了。 谢怜呆至了片刻, 满心苍凉, 果然, 我每一座房子都挺不过半年。 这下真的要求修房的捐款了, 花承道, 哥哥不必难过, 房子而已, 有的是。 谢怜勉强振作, 却见天眼开悟着额头, 跌跌撞撞堵过来, 指他道, 你这个是小伎俩的小年轻, 赶快我倒横。 在哪家观挂名, 败的是哪条道上的神? 谢怜猛地回头, 眉宇间突然闪过一道凛冽之意, 正色道, 你问我是谁? 听好了, 我, 乃是高贵的太子殿下, 你们这群豹, 鸣雕, 鸣, 统统都给我跪下。 这一声如晴空霹雳, 当场就有人险些真的给他跪了, 被同伴, 拉了一把才回过神来。 你干什么? 真跪啊。 奇, 奇怪了, 不知不觉就, 谢怜立声道, 我, 八百多岁了, 比你们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大, 过得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 我, 公冠庙宇, 遍布各地, 信徒相克, 四海皆有, 不知道我的名字, 就是你孤陋寡闻。 我, 不拜神, 我, 就是神。 众人听了这气势磅礴, 厚颜无耻的一大段, 全都惊呆了, 不知不觉张大了嘴, 啊, 谢怜一通鬼扯, 等的就是这一刻, 手中盘子一飞, 几十枚白生生的丸子, 斜着铁弹钢珠般的破风之想象, 四面八方散去, 准确无误地, 弹如一排人, 惊得大张的口中, 丢完抹了把汗倒, 请大家, 忘掉我刚才说的话, 其实我只是一个, 收破烂的, 吃尽了丸子的, 接脸色大便, 啊, 中, 中招了, 有几个伸手, 特别利落的台剑截住了丸子, 把剑举到眼前, 那丸子, 居然还在高速旋转, 与剑刃擦出激烈的火花, 众人不有悚然, 这是什么案件, 坚硬无比, 光泽诡异,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谢连道, 不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玉节冰青丸, 剧毒无比, 如不能在一天之内, 喝足九九八十一杯, 清水解毒, 腹内爆炸, 虽然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众人更怂, 喂, 是不是真的这么毒啊, 总之先喝水, 反正解毒, 只是要喝水而已, 快走了, 找水去, 当即即不如飞, 走了十几个中招的, 而那边, 凌文越打越猛, 居然双手掐着拳衣, 针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虽然稳战上风, 凌文的神色, 却不大好看, 低喝道, 白锦, 你想杀了他吗, 不用打了, 赶紧走, 恰好, 谢连还剩一颗丸子, 在凌文说道走字时, 他眼急手快地, 把丸子丢进了他的口中, 一煞, 凌文一对瞳孔里的光泽, 都消失了, 仿佛被他吞下的那个东西, 吸走了, 身上的黑气, 也陡然间淡了一层, 他一脸强人呕吐的神情, 望了望谢连, 嘴唇无声吸动片刻, 隐忍一阵, 把拳一针丢到地上, 伏额离开, 拳一针一跃而起, 逐他而去, 谢连原本也想跟上, 那群僧僧道道, 却拦在他面前, 喝道, 大家坚持住, 马上还有援兵赶来, 还来? 蒲济村是不能留了, 先离开再说, 拳一针追着凌文, 一会儿就跑没了影, 谢连一把将花城搂进怀里, 道, 抓紧我, 足底一点, 越过众人, 大步撤离, 花城果然一眼, 紧紧搂住了他, 不知为何, 这一幕让谢连依稀有些熟悉, 不过, 没空给他依稀网易, 这是得立即通报上去, 谢连不假思索, 便发了一道通灵, 凌文出事了, 我, 凌文, 我知道啊, 谢连, 打扰了, 虚语, 凌文那边率先掐断了通灵, 谢连也是无言以对, 以往他什么事都是直接联系凌文, 眼下凌文自己出事了, 他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居然还是找他通报, 也是哭笑不得, 谢连进了通灵镇, 一边抱着花城一路狂奔, 一边喝道, 诸位, 麻烦全庭通报一下, 凌文穿着锦衣先跑了, 凌文穿着锦衣先跑了,